圣主求祢怜悯我 因为我整天呼求祢 圣主引其世代良相欢人 以原词后代呼求祢的恩人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全露早安 第一年今天我们要举行圣道礼仪 第22周星期一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我们来到天主面前 祈求天主让我们每个人看到自己的生活 需要天主的圣言 需要聆听祂的圣言 以祂的圣言的教导来生活 为此我们求天主换出我们的罪过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就能到天主垂怜我们 赦美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祈祈祷 全能得天主万美万上的主宰 求你加深我们对你的敬爱 坚强我们的信德 并求你在我们心中获下爱得的种子 使它发芽滋掌 在你的祝佑之下 得以成熟丰收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 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们 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 向你们宣讲天主的奥秘 因为我曾决定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又软弱又恐惧 而且战战兢兢 我的言论和我宣讲的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辞 去说服人 而是依靠圣神和祂的能力 加以证明 使你们信得 不是凭人的智慧 而是凭天主的大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我爱慕你的法律 上主 我爱慕你的法律 上主 我多么爱你的法律 它是我终日默想的对象 你的诫命永远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更明智 上主 我爱慕你的法律 我比所有的教师更聪明 因为我常默想你的法令 我比老年人更为明智 因为我遵守你的律力 上主 我爱慕你的法律 我远离了一切邪路 未能遵守你的圣道 我没有背离你的训事 因为有你做我的导师 上主 我爱慕你的法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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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的神在我身上 派遣我向贫穷的人宣报喜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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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ng 哈利路亚 决主与你们同在 愿着心里同在 工毒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来到了那迦勒自己长大的地方 按照他的习惯 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读军 有人把依赛亚先吃书递给他 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 上面写着 上主的神在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付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沙子宣告负民 使收压迫的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他把书卷捲起来 交给四亿就坐下 会堂内众人都注视着他 他面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 惊奇的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 并且说 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话 一生治好你自己吧 也说 我们听说你在哥法屋所行的一切 也请你在你的家乡这里实行吧 他又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 我确实告诉你们 在厄里亚的时代 三年六个月不下雨 遍地起了大饥荒 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 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那里去 直到了西东 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 厄里亚厄里沙先知时代 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 他们中除了虚里亚的那阿曼外 没有一个得到捷径 会堂中的人听见这话 都怒气天凶起来 把他赶出门外 拉他到了山崖上 他们的城市建在山上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养你 你们有没有感觉说 在你们的圣堂 或者在你们团体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对我们的家人 你对你的团体 你对你的地区做了很多 但有些人会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 他不一定会感谢你 不一定会把你所做的看好 而且有些人还会看你 挑你毛病 看你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发生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不过也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他今天路加所描述的 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他在别的地方 他做了很多奇迹 很多好事 很多大事情 人家赞美他 跟随他 但他今天刚好他回家 回家 然后就是也参与 他们会堂的聚会 而耶稣当天 是被选出来读经的 刚好他读这段 医生亚的先知 他说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他被派来这个世界 是为了帮助别人 拯救别人 为了治病等等 所以从这个地方 然后他的家人 他的神室里面的人 他们好像没有看到 什么新的东西 他们好像又挑战了毛病 怎么会耶稣这个人 会这样的说 他自己认为说 他是一个先知 他自己是从天主派来的 一个人等等 所以中途就开始了 我们这个礼拜应该会看到 更多耶稣他跟当地的人 跟他当时的人 就很多的中途 那中途的过程 耶稣才从口他的里面讲 非常难听的话 没有一个先知 在他自己本乡受欢迎的 其实我有一个神父 其实还好感谢天主 我比较少回家 偶尔才回到我们家乡 所以发现我们家乡的人 还是很喜欢我 很欢迎我回家的样子 还好我没有住那边很久 不过从今天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 我做一个小小的可能连结 是不是我们圣言会会归里面 我们的会主他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说圣言会的每一个会市 必须要准备一种精神 就是说你到别的地方 别的文化 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 做传福音 所以当时我们的会主 他培育了四个人 四个神父 结果把两个送到中国的地区 他们先到香港 后来进入中国 然后另外两个神父 他们派到南美洲 所以我们的会主 他已经意识到说 他当然我们从我们的角度解释了 他说我们要去传福音 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 但是我从今天这个角色来讲 说我们的会主真的很英明 他真的是一个圣人 他也看到我们如果一直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选择 留在自己的本乡 自己的本国 自己的本文化 可能我们也会到 遇到这种今天被人家拒绝的情况 所以我们发现说 我们圣言会的神父 圣言会的会士 不管是我们去哪里 我们都会把那个地方 当作我们的家 当作我们新的一个 要生活的一个地方 要跟当地的人接触 要跟当地的文化学习 特别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因为这样子 我站在台湾这个土地 当时我讲华语 我讲中文 所以这个是我们 圣言会的一个特别的精神 所以我想说 也不用把这个议题拉那么远 但是至少我们 今天也看到 耶稣他赞美 那些不属于犹太人的团体 因为犹太人拒绝他 所以他就是尽量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 因为他知道说 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他的福音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这个反省说 假如我们 我们如果发生在你们每个人身上 假如在你的本堂 在你的本团体 在你的自己的家里面 他们没有接受你的方法 没关系 反正继续努力 那至少你还有空间 还有别的工作 还有别的地方应该会欢迎我们的 所以不管什么样子 福音都是需要我们继续讲 然后这些福的精神 我们想要做的是 应该继续发挥下去 而在哪里接受的 是看天主他所给我们的恩仇 愿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联系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乘宠充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旨 借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庄主 我们全心 全力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取行的 彌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灵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我把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灵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身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身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存的天主 求你配慈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对世界的安慰者圣神 依入于我们 及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敬民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求求你使一些信仰你的人宣计成见少族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社会奉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勉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灵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你们同在 愿你们的信命同在 愿主那道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顺道礼仪的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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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佛 沃 阿们 ケ 阿 阿们 阿人 天涯 唯有我 卸我保足 万国陪 卸我 新生的军云